大爷,你今年多大了? 九一八 推开秀吉本本的天门 凌乱不堪的房间内 九十八岁的他 痛苦地活着 布满油脂的茶味品 表示着他 做一顿饭是多么的不易 是湖的窗户是不是灌着冷风 睡着白菜就馒头 一吃就是十几年 一直舍不得吃的黄豆浆 因为吉本本唯一的儿子和老伴也相继 去世多年 提起往事 老人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塌 家里唯一的孙子 生活也十分紧张 老人手里的手机 是他对孙宗唯一的寄托和希望 已经半月我下床的大爷 人心前 我们无法阻止他对我们的相送 爷爷 你年轻的时候那个年代是什么样子的 我年轻时候啊 刚刚结犯那时候 明年五十年在村子当嘎巴 当作业的 我当盘棋 我会修理风景 风景一会儿一叫妈给他修理去 哎呀八年开一门在这 还能做客户之后的 一门接手背着枪 接手抓从不得 他这一枪在那里倒过来 那会儿七八九十两个岁 还推我一棒做高 一推推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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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包还一百块钱 我就四月留一会儿 你领备领备领备五百块钱 是你们贵的 在这一步 顺就不得 opp 下一集 s 呢